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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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半意味着死亡 即将到来的迁徙 没有给鸟儿们留下完全康复的时间 它们还有些虚弱的身体 能够完成艰难的长途跋涉吗 一个是看它伤口的恢复情况 这个是在龙舌里边看它飞行是不是能够平衡 再一点就是它的体重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样的话我们再进行防飞 面对救助站里的这些正在恢复伤势的鸟 斗华山的心中并没有把握 但是如果赶不上迁徙 等到明年开春 也许它们就不能再回归自然了 因为在救助站里半年多时间的寄养生活 可能会让它们对人产生依赖 其实像这种在龙舌里边 人能近距离 是接触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对鹰龙来讲的话 并不是它的一个最好的基础 能够让这些鸟回归自然 是救护中心成立的初衷 放飞是对鸟儿回归自然的承诺 放飞是对它自由飞翔的尊重 如果不出意外 这些得到过救助的鸟儿 到了春天又会准时回归 呼伦贝尔是它们的家 这里有取之不尽的食物 还有它们自由飞翔的天空 明镜需要您的消息 请他让您点赞订阅 到这里了 不停地